今天是2月28日 我就試這個當兵衛的其中一隻 公仔麵 為什麼要強調日子呢 因為明天就過期 或者最佳尚未期就會過 所以就去試 裡面有包調味料 還有這些 芝麻 目測應該是蛋蛋 還有一些腐皮粒 調味醬就不是跟麵底水與膠溶 除了這些的蔥 還有麵就是 蕎麥麵的樣子 Mini的午餐就是這個 好像雪糕 但實際上是這個Yogurt Grid Yogurt With Honey 還有周圍有些Berry 多顏色 和我這個 邪惡的 拉麵 還要不夠邪惡 還有海苔 雞蛋 哈哈哈哈 鹽它這個 這個是 金身味的 不夠辣 還可以加上辣椒醬 哈哈哈哈 打一隻蛋 你看它有個孔孔 本身就是說 打下來 打下來 加上一隻蛋 OK 焗五分鐘 Mini 邊吃邊看 它那本 在Kyoto 空運 訂的 買過來的 咖啡 書書 然後我在等 這個 公仔麵 的時候 我當然看 巴菲特的年報 編了出來 又是重要 遲些它會 去到五六月的時候 寄一份 真的 physical 的年報 但是不能等 就可以了 拿包粉 吃得 因為我覺得 如果它是脆脆的 就不開心 我不介意它 逐漸變軟 但是又不想它 煮了整 五分鐘 就淋了 有些半脆口的狀態 我覺得 會很開心 感覺 都挺帥 的 那我就 拌一拌 它 螺絲輪盤 還是去 吃團年飯 那個 轉盤 感覺 它的麵 好像比較硬 的確是硬 的確是硬 它又不是很辣 但是有點像吃四川麻辣 當然好吃 我覺得 我們之前買的兩隻 一隻就是 炸天婦羅餅餅 的 一隻 一隻就是 它最傳統的 有這個 蠔麗皮 再加烏冬 那個 兩個都很像 給這個休息 吃 還有這個 海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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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海苔油 真的很好吃 雖然邪惡 但是喝一口湯 嗯 更加證實 這個湯底 是比我的 是這麼邪惡的 更加濃郁 如果混合其他食物 可能 就麻到 因為 其他食物 都沒什麼味道 嗯 喝一杯茶 我現在看那時候 中華一丹 這個 這個 流氓很升 那個 同伴 要和這個 黑暗傳藝界比試 在船上 做蟹肉 做蟹肉 對方 就用這些 這麼濃 麻辣的蟹 那麼 評判 吃完之後 對於 那一碟 很清新的蟹肉 就覺得 難吃到嘔 結果他就輸了 所以這個麵 其實是一個 很霸道的地方 吃完之後 其他食物 都突然間 會變成淡然實色 用它來 喝那些 最漂亮最上等的 這個 這個 酒中間 今天絕對是浪費了 作為下午 這樣就可以了 OK 我要關掉我兒子 不要再喝湯 盡量關掉它的麵 總結一下 就是 當拉麵在加拿大 很貴 既然 你是不是很邪惡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 就未必是手术 都是吃之前吃的 黑色的 或者是紅色的 這個 就是有一點點 基本的 就未必是最好的